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已经过去了近半年 幕后真凶仍未确定 继美国记者爆出美国下令扎回北溪之后 美媒又爆出了关于幕后黑手的新说法 美国纽约时报7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称 新的情报表明 某个亲乌克兰的组织破坏了北溪管道 此外他们没有发现俄罗斯参与北溪管道袭击的证据 美国和英国公民也均未卷入此案 报道已经公布引发了强烈反响 报道称一些美国官员认为 乌克兰及其盟国是北溪管道被炸事件 最合乎逻辑的怀疑对象 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北溪项目 称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应该管道使俄罗斯向欧洲出售天然气更方便 官员们还表示 他们没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或他的高级副手参与了这次行动 也没有发现俄罗斯政府参与的证据 报道指出 审查情报的官员称 他们认为破坏者很可能是乌克兰或俄罗斯公民 也可能是二者联手所为 但美国和英国公民都没有卷入此案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 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否认乌克兰与该事件有关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让媒体到处报道这些的 证实那些不想在法律领域 对北溪管道破坏案进行调查的人 他们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转移注意力 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多利亚斯基 也针对该报道指出 这证明俄方坚持通过安理会决议 力争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 对北溪管道遭破坏事件 展开国际调查的做法是正确的 他同时表示俄方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成立 北溪管道破坏事件调查委员会 安理会必将于三月底之前 对俄方提出的这一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表示 目前欧洲国家仍在进行调查 美国政府不会对媒体就北溪管道袭击事件的 新报道发表评论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报道称 调查北溪破坏事件的美国记者西摩·赫什 在被问及如何评价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时 只是大笑起来 并指出其信息来源都没被指出来 他不予置评 好 好 账于叫 进行调查 凰 出海 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